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唯一以儒家鼓礼进行的南港区成年礼活动 吸引了30组礼生及家长参与 典礼过程庄严荣重 礼生向家长行叩拜礼 奉茶 家长在帮礼生进行加冠 这是由台北市南港区公所与护国九天宫 中华儒道研究协会共同举办的成年礼活动 在至圣先师孔子向前遵循传统儒家鼓礼 让青年学子了解即将肩负的责任 并在亲友见证下祝福礼生长大成人 南港区的成年礼非常特别 是由我们的护国九天宫 跟我们一个中华儒学研究会协助帮我们办理 所以我们几乎都是用儒家的仪式来办理 希望透过这样的仪式 让年轻人了解到自己的成年了 肩上所要负担的责任 然后你看最近大家对于性贫义体的注重 我们也希望透过成年礼 让这些青年能够了解到对自己 对别人的尊重跟理解 也能够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影响未来 像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孝替新家 所以我们也希望对于他 针对他父母的一些敬重 才理解父母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相信之下也能够将来在社会上了解到 自己其实是沉舟的多少人的期待 能够更加的为社会服务 家长还准备了iPhone手机等 传家宝赠送给李生 最后双方相互拥抱 并说出心中对彼此的感谢及祝福 场面温馨感人 参加的家长与李生都觉得很有意义 现在在很多国家其实他都成年里这个仪式 他主要是有这仪式 让小朋友自己能知道说 他是成年他不再是小孩了 他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 或是为他的未来来做一个要有责任感 我就感觉就是走一个过程 就是有那种宣言啊什么的 就是有一种踏入新的旅程的感觉 包括台北市议员李燕秀 陈又诚 及南港区多位里长都出席 这场很有意义的成年里活动 也对即将迈入人生崭新阶段的李生给予祝福 他们其实比我们过去辛苦很多 以前有一个技能就可以在成年以后 好好的打拼成家然后升职 现在一个资讯化很快的时代 确比GPT AI 所以我相信成年以后 我们会面对到的挑战会更多 但不要担心 因为这个挑战这样的危机 其实通常都是一个转机 你们在这样的世代有很大的靠山 有父母 有亲朋好友 有你的同学 好好的运用身边的资源 重点一定会有遇到很多的困难 不过就是八个字送大家 就是心存善念尽力而为 李生最后走过天丸四福 必宣读成年宣言完成整个仪式 近年来受到少子化及生活形态转变的影响 年轻朋友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也跟以往不同 南港区用所期盼 透过温馨浓重的成年礼活动 祝贺青年朋友登大郎 也让他们在这个重要阶段留下美好的记忆 积极迎接下一个美好人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台北市孔庙合作举办Lightswork 去游大同建走活动 将运动结合如文化进行孔庙建走 义无体验孔庙古迹导览及寻宝区等轻松有趣的活动 推广建走活动 向前踏的时候要注意到 脚尖要稍微勾起来一些些 参加建走的民众听着教练解说 如何正确进行建走运动 在做好伸展操后 不分男女老少 大家一起绕着孔庙 迈步进行建走运动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台北孔庙 合作举办Lightswork去游大同建走活动 希望号召民众一起来建走 建走是一项简单 然后不需要设备的一些运动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建走 培养民众可以养成 每天运动的一个规律习惯 那所以民众他可以利用 每天上下班通勤提早一站的时间 下车走路 或者是利用家里面附近的公园 还有学校操场来建走 那透过建走 建走他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耐力 那也可以预防我们的慢性疾病 那我们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为了推广建走 我们今年有设计的这一本 冻吃游大同健康运动饮食手册 那我们有将大同区43条步道的一个资讯 都收录在里面 我们也希望民众可以下载或来索取我们的手册 那就可以找自己家里面 就近的一个步道来进行建走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是跟我们的台北孔庙合作 那孔庙本身也是我们大同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走的一个环境 那透过今天的一个建走活动 我们希望可以引发民众对于建走的一个兴趣 那之后回去可以在家里面救星进行建走 养成他每天的一个运动习惯 活动中还特别将运动结合如文化 安排民众欣赏孔庙独特的义舞 并且亲身参与体验 同时还有孔庙古迹导览以及古迹寻宝游戏 让参与活动的民众都觉得相当有趣 我刚刚有体验那个就是说六亿舞怎么跳 因为我以前就是来看热闹 而且以前根本挤不进来 所以拿不到那个管理证 所以我们都是看电视转播 那我就觉得让我认识更多 尤其像刚刚看着他们这样子走 那个声这样子绕一圈 很棒 而且加上今天风和日丽又有风 然后又有太阳 然后又不热 在周易里面有一句话叫 天行见君子以至强不息 所以说呢在古人他们其实就非常推崇说 每天都要随着这个日月的流程 然后要有运动 那换我们的话就是说要活就要动 是那我刚刚也讲了 我们孔老夫子呢 其实他不是每天都在念论语 他非常推崇的就是六亿 礼乐舍玉书数 待会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舍跟玉 所以说他也是非常鼓励大家除了念书之外 也要起来运动 由于健走不需特殊装备 只需要加快平常走路速度 达到些微流汗程度 就可以达到运动效果 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民众 也可以从健走开始将健走融入生活当中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的黄菊毒素 已经被证实是诱发肝癌的主要毒素之一 为了要维护消费者的食安 台北市卫生局派员到传统市场及周边 超市卖场及餐饮店等处 抽验食品中是否含有真菌毒素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市售食品中 真菌毒素抽验结果 共计抽验30件产品 其中挂包店老翁家使用的花生粉 被验出黄菊毒素及总黄菊毒素超标 卫生局已要求下架 同时追查源头 依法可开罚业者新台币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还 那我们这一次的抽验 抽检的产品总共有30件 包含了花生制品 骨类 清香料 玉米制品等等 我们检验了产品中的黄菊毒素 其中有一件花生粉 有剪出黄菊毒素含量超过了标准值 以及总黄菊毒素也超出了标准值 那我们这产品 我们已经依神恩法第41条规定 请贩售业者下架了 那同时我们的违规产品 也请了制造商和卫生局 来进行源头的查处 那如果经查证属实的话 我们可以依神恩法第17条 以及第48条规定 那请贩售业者能够限期改正 近期不改正的话 我们可以处信财币3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的大环 那我们是以 市售产品的现状去做一个检验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是说 我们抽验的时候 它的产品就是不符 我们的节日标准值 所以我们会做进一步的厘清 到底是说我们的产品 本身在制造上面的问题 还是后登保存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请 小管卫生局再进行 进一步的厘清跟那厘查证 卫生局表示 黄麴毒素具有肝毒性 大量食用会引起肝毒性发炎 肝出血及肝细胞坏死 这黄麴毒素主要就是 黄麴菌及寄生黴菌所产生的 二级的代谢产物 它具有肝毒性 那大剂量的食用的话 会产生肝毒性的发炎 肝出血肝细胞坏死 经常会污染像花生、玉米、米、麦 等等坚果类的作物 那因为台湾是属于湿热的气候 刚好适合这种黄菌的生长条件 那如果食品保存不当的话 就容易被黄菌入侵而污染产生毒素 那我们也会提醒消费者 我们在购买相关的产品的时候 也要选择我们心理良好的一些厂商来做购买 另外我们要确认下购买之前 包装要完整没有破损 那同时呢 我们购买之后 开工之后产品要尽速的食用完 同时呢 我们也在提醒食品的业者 我们在管理食材的原料的时候 要先进先出的原则 来管理食品的原物料 那以维护消费者食用的安全 以及自身的商与 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购买花生制品 米谷类等产品时 应选择心愈良好且卫生的厂商 购买前先确认产品包装是否完整无破损 开封后保存于干燥环境 避免受潮发霉 产生毒素 危害人体健康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就带你来看一名46岁已婚男性 视力突然模糊 感觉快失明哦 诊断后为广泛性焦虑症 原来是这名男子任职的公司 面临转型改制 工作量倍增 让他不堪压力而造成厌疾 面对社会 普遍对男性的经济体能期待 常常让男性有如压力锅般 倍感压力 心事却又难抒发 最后门除病来 精神科医师施延安就举出 门诊案例有许多男性 因为受到社会期待与经济压力 引发神行状况 可是已经46岁了 他事实上这时候的家庭背景 一定是有小孩 又有太太 然后又有父母也比较年迈 他可能还有一些房贷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事实上要去面对 要去转职 他事实上又没有办法 在这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去处理 那他出现的症状是 他是从眼科转来的 因为他视力模糊 他甚至每天都担忧 他这样子以后不会失眠 然后有一些肠胃不舒服 心悸焦虑跟失眠 跟注意力不集中全身紧绷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非常疲累 那他到眼科就诊 妻子兼一代 就是眼科医师兼一 妻子带来就诊 他诊断为广泛性焦虑症 另外一个呢 是40岁的科技业的北漂青年 那他是一个IT产业的人 他平常工作时间真的非常长 所以他工作负担压力很大 他还有一次才爆哭说 他事实上可能同时要处理七八件事情 事实上是很难撕下来的 那这两年因为工作也很长 也很那个工作压力大 他这两年呢 也没有时间去交女朋友 他因为家人都在南部 跟家人关系也比较没有时间去联络 那目前他很认真在台北买了房子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因为升息到造成房贷的压力增加 又没有人可以商讨 那他这个压力导致于 他事实上已经出现注意力不集中 情绪不稳 意怒跟同事发生冲突 最严重的就是他以前会去健身房 健身或骑一些自行车 但是近期都对这个丧失兴趣 然后所以他整个人只要到了假日 基本上时间已经很少 都是整个躺床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有忧郁失眠焦虑 提不起失去活力等等 然后甚至出现自杀的念头 不知道为什么要来 就是继续这样的省省 所以后来来看诊 诊断为忧郁症 那目前事实上是 治疗后改善蛮大的 目前已经开始会去找一些跑步来跑步了 那我们呢 整个社会的氛围对男性的期待 本来就是要盯起来的 要有一些经济能力 他跟别人比较竞争力追求成功 而且要能扛起责任 然后本来你身体有问题是很奇怪 你就应该是要强壮 那男生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又压抑又比较 整个社会的氛围是这样 就比较不愿意直接表达 然后他自己找自己的方式出口 又有时候平常没有去有这方面的练习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很容易引起身心的症状 那这一次的案例当中 我们提到的都是大概 这一个比较中壮年的一些男性 他在内心的压力情况底下 又没有疏压的管道 所以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焦虑优越情形 广泛性焦虑症呢 他是提到说大概 我们这几乎是超过六个月的时间里 很常有那种预期性的过度焦虑担心 那会有三种以上的症状 会感觉不照不安 经常疲倦 无法集中注意力 肌肉减崩跟睡眠障碍 事实上有时候当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 这些情况要符合三项是蛮常见 但是如果他这样症状天数 已经差不多 几乎一个礼拜四五天以上 这样子已经影响到他自己的生活 这时候就可以做这样的诊断 那忧郁症呢是当他本身压力大到 他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处理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情绪低落 凡是提不起劲 然后有睡眠问题 甚至食欲问题 动作迟缓 疲借自杀的一些意念 跟没有办法专注 那情况也超过了两周 九项五项五项 那我们可能就会诊断为忧郁症 像我用一个我这一场讲 我们就像一个生化机器人 然后我们像一台电脑 那这个电脑生化机器人 我们每天如果我们的工作量爆棚 那我们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 那我们常常到到最后 这个电脑已经过热 系统不稳定 或是有一些城市会当机了 那这样子的时候 就会导致一些 所讲的一些焦虑或自律神经的一些症状 那忧郁症就是里面已经开始没电了 那它事实上那时候就会比较 整个电脑就会常常都会想要关机 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呈现 长期将压力藏在心底 身体不适可能会出现肠胃道不顺 视力不清 失眠 胃口不佳 情绪起伏大 抑郁怒等情形 医师也建议适当输压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着手 今天我们提到正向抒压的五方向 第一个事实上还是要找你平常 就要需要去多做一些关系的连结 因为男生事实上对这个 就是社会对他的氛围 他就是要赶快做事 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像女生 比较会去有很多 比较多的关系连结 所以他们有可能上班回家 然后就打电动 事实上他们大部分没有让他们平常 有一些社交比较多的一些连结 所以这时候如果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比较没有让人家发现他们的问题 甚至于他也没有找其他输压的管道 所以我们会建议 可能就是先有 请他在平常就最好 要多建立一些关系的连结 多交朋友 那第二个呢 就是要培养一些休闲兴趣 第三个给自己放空的时间 第四个学习正向思考 跟有效的情绪控管 第五个就是要学习求助 医师提醒 男性相较于女性 更容易将压力藏心底 当发现自身或身边亲友表现 与平常明显有差异 就要留意 尽早就医寻求外援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在国门广场举办大型街舞比赛 参赛者分别从全国各地齐聚基隆 争夺着全台湾 霹雳五届最高殿堂的赛事荣誉 画面上是基隆首次举办的大型街舞比赛 吸引许多民众来到国门广场观赛 为选手加油 赛事分为四对四Breaking Battle 一对一Open Style 斗舞等分组赛程 冠军队伍及种子选手将代表台湾 明年三月份到越南县港 与世界各国的选手较劲 有请我们市长牵起两对的手 OK 在市长的左手边 PLKZ Forever 在右手边为Reformers 现场的观众跟我一起倒数 五 三 二 一 市长请举手 恭喜 今年非常荣幸能够在基隆举办 感谢选手们这么热情的参与 这么多的选手一起过来 是我们基隆的光荣 今年有300多个选手共同参与 一共会选出两个 一个是单人组的 一个是四人组的 获胜以后会到越南县港 去做世界杯的这个竞赛 代表台湾为国争光 所以今天这个比赛非常的开心 在有一个中华民国P5协会 那其实从成立到现在 我都有一手的参与 对 那其实这次来基隆 那也认识很多这个基隆街舞圈的朋友 那他们就希望说有一个这样的国际赛事 在基隆 让基隆的这些街舞 跳街舞的朋友能见度可以被人家看到 对 那其实这个活动的第一名 就将会送到越南的县港 去参加国际的比赛 这场大型街舞比赛 是由市政府产业发展处 中华民国P5协会 及财团法人青年发展基金会 共同主办 在产发处长林鼎超的奔走下 争取到多家知名企业赞助 超过百万元的经费 共襄盛举 让基隆市民有机会 观赏这场大型的街舞赛事 也推动基隆的街舞运动 因为基隆是一个常常下雨的地方 那其实街舞的小朋友 他们其实只要有一个室内的场地 他们就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舞技 对 那其实真的是满适合在基隆 做一些推广 然后这次我们参加活动报名的这个街舞 从北到南中有350位的舞蹈者 然后到基隆来 对 那像刚刚我刚刚在现场 有来自中立的 有来自桃园 新竹 台中 甚至还有高雄的舞蹈者 就一起来这边一起比赛 对 透过这场大型街舞赛事 不但让台湾街舞选手 有机会到国际上发光发热 也让基隆在街舞运动的舞台中 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与世产业 基隆筹进海湾节 今年迈入第六年 结合亲子美食和流行音乐等元素 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跟年轻族群热情参与 人气创作歌手魏佳营现身朝近海湾节 台下粉丝好热情 参加民众席地而坐听音乐 小丑挥舞着各种形状的泡泡 肚子饿了还有基隆在地的山海市集各摊美食 结合亲子美食和流行音乐等元素的 基隆朝近海湾节朝音乐活动 今年在朝近公园盛大举行 吸引许多亲子家庭与年轻族群 一起来体验基隆的山海美景 我们来玩水路过的然后就玩路上看到的 一方面可以亲近海洋享受大自然的风景 然后顺便带全家小朋友来这边参与活动 那现场有很多好玩又有趣的活动 来朝近海湾节 迈入第六年的朝近海湾节一年比一年精彩 包括市长议长议员等多位贵宾都来体验朝近的海洋风情 与民众同乐 那今天看起来人也蛮不错的 感觉大家玩得很开心 这就是我们基隆的一个特色 那我希望我们有海景以外 尽量填更多的亲子跟娱乐的活动 进入这些很漂亮的一些风景 跟这些场域上面 所以这个是刚开始 未来希望能够在像朝近和平岛等等办 更多更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们市政府产发出也非常用心 然后找了特别找了四十间的厂商 来让我们的这个游客有吃有玩 然后有歌可以听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绝景 就是我们朝近公园可以说是我们全台湾 数一数二的漂亮的一个美景 那我想我们市政府如果用心来举办 我们市议会一定全力来支持 让我们的市政府可以有更多的经费 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环境 那展现在我们国内外的旅客 让大家都可以知道基隆的好跟基隆的美 其实这个活动从2018年就开始了嘛 那其实选在这个朝近公园这边附近 就是可以配合这些海洋的这个美景 那我觉得其实基隆大概 我觉得我们最引以为傲的 大概就是海洋这样的景色 然后其实因为疫情也结束了 那这是疫情结束后的第一场的朝近海湾节 其实我觉得基隆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如果还没有来过基隆朋友 非常欢迎夏天就是基隆最美的时刻 来参加这个海湾节 你看吹着这个徐峰 然后又听着音乐 然后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 我觉得好幸福的一个夏天跟假期 我们的朝近海湾节 一年比一年盛大 人潮一年比一年多 我以我不仅是一个指导单位 甚至是一个基隆市民 我真的是觉得予有荣烟 那我们朝近海湾节 不只有音乐 有美食 有海洋生态 有海洋文化 更有各类的水域的体验活动 在这边我还是特别跟市长 还有市府团队 跟各位甄谢 那我刚刚也有跟林处长说 我们明年如果可以 我们再扩大举办 甚至可以还有透过海洋 那个盛宴啊 或者是这个摄影展等等 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基隆 非常漂亮的一个 这个区块 能够透过不同的活动形态 展现在全国国民的面前 透过这个特别的活动 让朝近公园增添更多名人风味 让游客沉浸其中 体验基隆特色的魅力夏天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台北市政府推广跨域观光旅游 整合北市及邻近都市的热门景点场馆 多元交通工具及商圈购物优惠 推出了北北基好玩卡 8月全面升级 还把范围扩大到桃园 民国106年起 北市推出北北基好玩卡旅游票券 整合台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 热门景点场馆 交通及商圈购物优惠大礼包 近期更是加入桃园 让跨县市旅游更热络 那大家常常夏天都觉得说 我就是要去好山好水的地方 可是却不知道 其实台北就 北台湾就有好山好水喔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来放送 我们的好山好水 其实这样的一个合作 从106年北北基就有一个好玩卡 那现在大家知道7月1号以后 又有北北基桃的都会通 也就是说在交通上面 这四个县市 你等于是一票到底 就可以畅行无阻 那在这个106年台北市政府 跟新北市政府 跟基隆市政府的北北基好玩卡 其实到现在已经卖了 将近160万套 那在今年景点也扩增了 从18个景点到22个景点 甚至我们的大礼包 像每一个县市都有大礼包 台北市政府就是大勇猫喔 大家都知道大勇猫是哪里 大道城 永康商圈 还有猫懒 所以最近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一个猫乐洞 猫洞乐的券 一日票99块 猫懒跟动物园 也卖得非常好 一个观光绝对不是单完一个点 它一定是一个区域观光 那所以呢我们在想说 这个观光客 从这个桃园机场一下来之后 透过我们的桃园市政府 有这个完善的这个机场 一路到了我们这个台北 新北还有基隆 那其实它是一个区域区带的这个旅游地带 那除了这种台北市 刚才讲了非常多的 他们现在目前在推的活动之外呢 那其实我们新北也推了蛮多的这个活动 包含我们警戒要下来的就是 我们这个睽違三年 已经停办三年的这个国际 共僚国际海洋音乐季 即将在八月初开始 那紧接着呢 在下三个礼拜 也是八月 那我们有这个河海乐季 那在这个淡水的游人马头 还有我们的这个 新北大都会公园 那整个独立乐团 独立音乐会带进来 那其实不只这些音乐的 饗宴之外 那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新北 其实有非常多的海岸观光线 还有山 那海岸大概有145公里 那山有大概80%是潜山 所以在山海的支援是非常多的 包含我们这个 整个北海岸里面 我们有这个 这个文明的深澳鐵道自行车 那从我们的暑假 7月1号到8月底 这个有这个我们的心愿 7月 7C 那再办 所以所以欢迎大家来这个 我们的深澳鐵道自行车来讲 那会提供除了现在今天 在现场我们桃园馆 新北馆 以及我们台北馆 给大家的优惠之外呢 以后唱完基北北桃 还有新的优惠 现在都在努力当中 那包含这个 我们新北特有的这个 这个青春山海线的这些 这些品牌呢 桃园也都不会落人后 努力的加入 刚刚有说的 这个台北的好玩卡呢 桃园一样 不会落人后努力的加入 更重要的是呢 今年在8月11号到10月15号的时候呢 延续整个夏日的风情 跟夏日的活动 我们桃园呢 有推出这个世界客家博览会 有相关多的这个 绝屋极流的这些客家风情 跟文化让大家体验 而且大家应该都明白哦 在海边哦 现在唯一有留下来 我们传统客家捕鱼的这些 文化以及方式的体验的 只有在桃园 在我们的新屋地区 在我们的石户 我们的那个博物馆里面有哦 那除此之外 可能要到比较远的澎湖 可能才可以看到这个石户 那如果你想要在夏天 来体验这样子的传统的 坎沟 传统的海客文化 桃园绝对是首选哦 更重要的是 既北北桃园合起来的密度哦 在非常炎热的夏天 我们也有非常多 提供免费吹冷气的场馆 所以说也有非常多 这些免费的场馆 在桃园 我们客家世界客家博览会 举办期间 由我们的世界馆 台湾馆 还有非常多的这些 客家的这些负载馆 都可以进去 让你看到非常多的文化展场 又能够体会现场哦 那包含我们 传统客家文化里面 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书法艺术 在我们的恒山书法馆里面 也可以去体会 西容在 今年也推出一系列的 夏季活动哦 那我们在7月22号 就开始启动 包含我们 有一个全国性的街舞大赛 那以及我们 系列的海洋活动 朝近海湾节 朝近海湾节的部分 包含市集音乐会 还有我们最知名的所管记哦 除了搭船搭飞机到外岛之外 最方便的选项 就是到我们基隆来体验 那个所管记的活动 那 除了这些活动之外 就是未来 我们也会持续跟台北 新北还有朝元 在延商更多优惠的一些活动哦 那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 拿着北北基好玩 北北基好玩卡 一起来 倡游我们好山 好水好海洋 台北的大刀城夏日节 仍持续热闹进行 烟火秀璀璨河岸 还有专属游船行程 另外像是公馆自来水园区 大家河滨公园都推出细水行程 各区因应夏日都有特色活动 欢迎民众来享游夏日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为了鼓励民众培养规律运动习惯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规划出43条健走路线 特别编制了动吃油大同健康 运动饮食手册提供民众索取 高龄90岁的长者示范跟着健走口诀 以正确的姿势进行健走运动 健走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 最容易被实践 也是最为推荐的身体活动 由于不需特殊装备 对没有运动习惯的民众 只需加快平常走路速度 达到些微流汗的程度 就可以产生运动效果 第一个口诀是抬头挺胸缩小腹 抬头挺胸缩小腹 可以看到姐姐中气十足 是90岁的姐姐 而且我80岁认识大的时候 还是一样这么青春 再来第二个口诀是 双手帷幄放腰部 双手帷幄放腰部 好第三个口诀 这是很难做到的 但做出来就会非常的妖娇美丽 自然摆动肩放松 好最后我们就要来迈开脚步向前行 其实平常呢 你只要加快自己的走路速度 达到有些微流汗 它就已经达到有一定的运动效果 最好的时间就是利用上下班通勤 以及平常逛街押马路的时候 或者是购物的时候 都可以来执行 其次呢 通勤的时候是最好的执行点 如果你愿意去找一或两个车站下车 就可以大大增加你的身体活动距离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结合运动专家 进行步道安全评估及实地建走后 规划出43条建走步道 并设计洞翅游大同 健康运动及饮食手册 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体力 喜好或住家附近地点 规划不同的步道路线来建走 那为了鼓励民众 就是养成每天规律运动的一个习惯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那今年就是结合运动专家 在辖区内的建走步道 我们有进行安全的一个平和 还有实际的一个建走 那之后我们就规划了六大类型的一个建走步道 那包含历史人文 然后淡水河滨 还有林地公园 那购物通学通勤的这种步道 那我们希望这些步道可以让民众可以 究竟来建走 那今年我们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也设计了一本 动吃有大同的健康运动饮食手册 那我们的手册里面就包含我们的健康饮食 然后运动类型 还有我们的活动装备 还有运动伤害的一个处置 那最重要是我们将这43条 运动的一个建走步道的一个资讯 放在我们的手册当中 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然后还有体力 还有在家附近的一个点 来进行建走步道的一个规划 那这个手册的部分 可以欢迎民众来我们这边索取 那或者是自行下载我们的一个手册电子版 另外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台北市孔庙合作 将于7月25号举办Let's Work 可去游大同健走活动 包含健走教学及孔庙健走 义务体验等活动 完成所有关卡可获得健走三宝 名额有限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报名参加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112年第三波 散装饮兵品及配料抽验结果 共计抽验83件 其中有12件饮品 经过初验复验的抽查结果 仍然是不符合卫生标准 炎炎夏日是饮兵品消费旺季 为维护消费者使用饮兵品的 卫生安全及品质 卫生局抽验散装现场调制 首摇饮兵品 食用冰块及配料 抽验83件饮兵品 其中21件饮兵品抽验结果不符规定 精通之业者限期改善 复抽结果仍有12件产品不符规定 以往其实在检验的部分 大概是以大肠感菌上的感病为主 但是在110年的时候 我们食品中维生物标准 有做一些修正 中央有做一些修正 所以肠感菌科 这个是我们新的检验项目 那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这次12项不合格的 检验不合格项目 都是肠感菌科 那给大家一个小资讯 其实肠感菌科 它是一个存在在人体 或者是动物肠道的一个细菌群 那当然它可能也存在于土壤 或者是水分当中 那当这个肠感菌科 存在于食物当中的时候 它其实它可能会造成食物容易腐败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 食品中维生物的监测標准 这个是主要的用意 那当然大部分的肠感菌科 其实不会造成所谓的疾病 或者是身体不舒服 但是如果一旦它大量生长 或者遇到抵抗力比较弱的人 它可能就会造成腹泻 那也有人造成尿道发炎 那最严重的话 大概就是白血症的部分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 在做以冰品监测的时候 蛮重要的一个指标 这次附检不合格 共有12件冰品 包含永康街 斯木席香脆花生蜜玉雪花冰 芋头芋圆牛奶雪花冰 酒氧茶食文化永康店 炭春红乌龙 Golteva巧克力 微风南京店 黑巧克力双麒麟 莫凡比沁城店 欧利欧巧克力酷冰勒 人从种厚切牛排 台北光复店的麦香红茶 近发家大安店的主传绿豆沙 万丹红豆沙 三两品茶的百分之百绿豆沙沙 前都火锅内湖成功店双麒麟 以及黑丸嫩仙草谷亭店的四季清茶 那当然我们也提出了 我们卫生局会到现场奇茶的五大重点 第一个刚刚讲的工作人员守护 因为其实守护如果有伤口的话 都容易有金黄色布导球区的一个感染 也容易造成其中毒 所以我们会检查人员的守护 是否有伤口 如果有伤口的话 一定要完整包扎 而且戴上厚紧的手套 才可以做食品的接触跟操作 那不然就是不能去操作 所谓的食品的部分 可能去收钱 然后做其他不跟食品接触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母布一定要自己消毒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 也是不会再加热的 所以其实除了器具以外 母布常常是大家忘记的一个重点 你要四直的消毒 然后跟清洗 第三个刚刚讲的工作人员 要戴整齐的工作衣帽 那尤其是那个帽子的部分 避免毛髮的掉落 第三个其实也常常会忽略 其实我们拌冰块 或者拌配料的那个勺子 不要直接丢在冰块里面 或是丢在配料里面 你应该要有个干净的容器去放在旁边 所以其实你可以试想 如果你们家有置冰器的话 你如果把置冰勺放在 冰勺放在里面 那冰块再做 买上去的时候 你要拿那冰勺的时候怎麼辦 整支手要插进去 把那个东西捞出来 所以其实冰勺的一个卫生 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冰块的卫生 再来的话台面是要适时的保持干净 就是说当有东西掉落的时候 你应该把它擦干净 因为刚刚讲的 现在的今年夏天特别特别的热 温度特别的高 你如果有一些配料 或者是有一些汤汤水水滴在上面 你又没有适时的去把它擦干净的话 其实温度越来越热 它就可能在你的台面上变折 去污染到其他干净的食物 然后对这个五大环节 跟五大重点也特别提醒大家 卫生局提醒业者 应重视制作过程 环境卫生及自主管理情形 注意冰箱储存温度控管 食材适量准备 为使用者适时冰存 定期更换制冰机或饮水机滤芯 以确保食品安全卫生 与消费者权益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再来看台北市文山区三面环山 拥有丰富的山林生态 与平原田野风光 还有文明全台的茶叶竹笋等 农业特产 7月15号 起将联办四场台北猫空茶会 邀请国内外游客 来一趟文山小旅行 跟着笋龙的脚步走进竹林小径 我们的目标是夏天的保湿绿竹笋 看到头了 在挖掘中笋间慢慢露出 怎么快速找出有竹笋的地方 有竹笋达人称号的老权社区 发展协会理事长周良全孝说 跟办案一样 要先发现蛛丝马迹 看笋虫上面的裂缝 它裂缝底下如果有竹笋的话 它裂缝会成网状 蜘蛛网状 不是单一 它是会不规则的好几个条纹的 底下一定会有竹笋 差不多了 发现竹笋位置后 如何切才能完整取出竹笋 也有诀窍 像这样子 最肥大的地方是在这边 我们再往上一点 往上一点 往上一点下刀 直直切下去 随着清脆的声音 在笋笋指导下 台北市官传播局长陈淑慧 亲手采摘竹笋 直说笋笋真的很辛苦 其实这件事情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采竹笋要一大早 大家在睡觉的时候 它就要采了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辛苦 辛苦 又要力气 这也是台北市老泉里 离台北市区只有20分钟的车程 是台北重要的竹笋产地 产季从4月到10月 长达6个月 曾连续6年拿下 绿竹笋评件冠军 老泉里长周梁富透露 种出冠军笋的秘诀 老泉里的农民都还是延续着 我们最古老的方法 用有机无毒 我们的有机肥是用我们的那个黄豆 一包900块的黄豆下去做有机肥 所以它的竹笋会甜嫩 跟外面市场的不一样 还有特别它的笋子的香味 白天休息夜里摸黑彩笋 除了新鲜外 笋农更坚持的是对消费者的信用 我们都是现花现卖 对 现材现卖 对 直接到市场 人家都已经定走了 不然就是之前两三天 人家都已经先预定了 所以一定要现花 这是信用的问题 刚出土的竹笋现场剥壳 直接品尝 又脆又甜真的好吃 又脆又甜 真的好吃 只有在这里 绿竹笋还可以入菜 除了自家招牌的酱笋 老权里长周梁富特别亲主厨 用绿竹笋 麻竹笋 田龙笋及绿壳笋 这四种竹笋做出竹笋大餐 证明不管是哪种竹笋 都可以变身成美味佳肴 弯弯的那种要吃原味 就是要用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凉笋 就不用其他的调味料 那如果直直的那种 就是没那么漂亮的竹笋 就可以做成 你就用其他的味道 去压它的苦味 对 这样就很好吃了 以后我们在市面上看到 麻竹笋应该可以什么料理 田龙笋 是煮汤也好 炒也好 还是我们的乌克力 也可以卤 也可以炒 也可以煮汤 可以多元化 镜头转到猫空 青年茶师张桓硕 正在示范如何泡出一壶好茶 包括放入壶内的茶叶分量 及水温掌控都是关键 生茶像包种茶 我们这边比较出名的 那包种茶的话 我们建议会放茶壶的五到六分买 对 因为它是条状茶 它不会膨胀的太明显 像清发酵的茶我们建议大概八十五到九十度左右 对 那收茶的话像铁观音我们建议用滚备水 大概一百度左右 我们的第一号的是 张桓硕泡的是文山区最有名的包种茶 猫空地区因为地形气候适宜 一百多年前就从大陆引进茶树种植 除了清新有花香的文山包种茶外 充满猴韵的铁观音茶也很受欢迎 铁观音的话也是我们猫空地区比较有名的茶 那它是跟一般其他茶种差别 它在有团楼这个部分 对 那它有带手果香 还有它特殊的观音韵 它比较着重在猴韵的部分 不只有好茶 猫空还拥有环境优美的步道 视野辽阔的山林美景 加上指南宫等百年庙宇 观光资源丰富多元 地方因此特别培训出一批导览人员 需要让游客人更深入认识猫空之美 到一个地方旅游呢 一个解说是一个灵魂人物 可以把这个地方解说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这里呢 我们在地培训很多 我们在地的导览人员 那我们都经过老师的受训 我们也都有解说的征兆 所以有大概有十几位 二十位的解说人员 都可以把我们这个地方 讲得非常的好 也可以带领大家 来享受我们这里 美好的空气跟美景 不管是在老泉里探寻 绿珠笋产地 品尝珠笋大餐 还是到猫空茶坊 泡茶吃茶点赏美景 老邵贤您动静皆好玩的旅游新亮点 很获国旅业者肯定 我们大家台北市 以前都认为说只有阳明山是后花园 那其实在猫空这个地方 在近几年来 我们台北观传局这边在推动 三猫整个活动的内容里面 其实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三猫这边有相当多的物产 人文以及非常多的自然景观 那台北大宗族也是我们目前 台北市在这边非常棒的一个登山景点 所以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旅行业者 或是我们所有的旅人 可以再多看一下我们台北 这块非常棒的一个地点 加上全台路线最长的猫空缆车 及平常不对外开放的猫缆储车区 台北市观望传播局长陈淑慧期盼 与在地里长农民和业者共同努力 邀请游客透过多种沉浸式产业活动 体验三猫旅游魅力 有很棒的农产品 那加上它这里其实 不管是台北大宗族的第七段 那另外还有很多的步道 可以让你登高望远 从这里很容易就看到101台北市区 那另外还有很棒的我们讲 跟文化有关的指南宫 中顺庙还有幽人神谷 那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旅行者的天堂 那小朋友又可以到动物园 所以木炸这里就是一个人文会萃 而且又是好吃 大家就看到了绿竹神 那好玩的地方 所以欢迎大家抽空 尤其夏天夏日炎炎 有点走到山上温度降个几度 让大家神清气皮 是非常棒的体验 观传局方面表示 今年7月到8月登场的台北猫空茶会 有别于以往活动 将由在地茶人带领民众 学习专业炮茶技巧 还有以茶入味的私房手做甜点 邀请国人趁着暑假 安排一趟深入大山猫地区的秘境探访之旅 感受前所未见的台北城南风情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设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第六十三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在基隆市表演艺术中心 举行盛大的开幕典礼 市长谢国良一掌同职位 教育部常务次长林滕娇 科教管管长共同点亮今年的科展启动台 象征围棋一周的全国科展正式启航 第六十三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举行盛大开幕 各县市参赛队伍热情对空揭开序幕 欢迎基隆市 回为三十五年再度热角基隆 以海洋永续以及科技创新为主题 设计了五十四个闯关摊位以及四个主题馆 我们是名传国中 希望我们今年可以抱回冠军 希望我们今年可以一起抱回特优 今天非常荣幸看到我们国中国小的科学展 在基隆能够举办 现在有全国很多优秀的孩子 包括教育部的次长等等 大家今天都与会 我想今年能够来承办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感觉非常的开心 荣幸 也希望基隆能够举办更多 这一类此类的会议 开幕典礼同时举行 优良指导教师颁奖 其中八斗国校陈生陆老师 更荣获十年优良指导教师的肯定 陈生陆老师 为期七天的科展 让全国中小学星星在科学舞台上全力挥洒 科学教育活动包含与大师有约座谈 科学博览会 指导教师交流工作方 科学之旅及科展之夜等 欢迎全国热爱科学的大小朋友 与亲子参与这一场大型的科学盛宴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陆军六军团 基隆弹药分库发生爆炸 造成了九名官兵受伤 其中两人声势严重 面对军民要求弹药库迁移的声让四起 市长谢国良说 弹药库迁移是蓝绿都有的共识 未来将与国防部协商尽快将弹药库迁走 陆军基隆降风弹药库发生爆炸 虽然事隔一天 但军民还是心有余悸 你不知道吗 对我们自己的体育危险 无论安全感也对 担心 当然会担心 如果引起那种连续爆炸的话 连其他的弹药一起爆炸的话 那危险性就很大 那不是我们家的问题而已 我们户信这些整体都有问题 爆炸造成九人受伤 用地检署检察官主动调查 而伤势严重两名军人 已经送往内湖三种救治 面对弹药库潜在危险性 地方要求尽快迁移 因为我据我知道 当时谈的时候说 当时我们市政府有提供一块地 要给他们弹药库这个营器来使用 或者他们认为说 好像说他们觉得那块地 对他们来讲不太适合 是这样 那我是现在认为说 现在像我们海军131舰队都移到西岸去了 东岸这边都没有军舰庭 那应该可以把这个弹药库 迁移到西岸那边比较适合 而这起事件引起了总统蔡英文重视 行政院长陈建仁要求国防部 针对弹药库迁移和地方妥善沟通 金融市长谢国良强调 希望在最短时间内 能够定出搬迁日期 大家都以为这个弹药库 现在已经没有大量的弹药 要进驻在那个社区 而那个的确就是人口密集 然后居民都在附近生活居住的一个环境 所以那个地方这个弹药库要牵走 已经是蓝绿两党在当地的一个共识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共识之下 我们可以跟国防部 在一定期间内好好协商 然后希望完成弹药库 迁移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这其实是一个已经晚来的一个政策了 那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都非常的遗憾 也希望这些官兵弟兄 能够尽快的早日康复 然后我们也会 在我们两党的议员都支持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来请这个国防部 跟我们地方政府来协调 尽速定下日期 希望能够将这个弹药库来做一个迁移 所以我想不论 翔风营区目前现存什么弹药 或是什么样的状态 希望国防部能尽速评估把弹药迁离 那目前的状况可以紧留这个部队 来这个聚首就好了 然后我想我们长期来说 我们应该希望要求市政府 跟国防部来共同协商 是不是把营区迁出到别适合的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那边是住宅区 而且我们中央地方也合作 花了非常多的经费 在建设大历史场景 整个历史跟文化的梳理 我想军跟民 本来就是一个可以共同存在的地方 可是我希望在这个军事的设施上面 可以迁离我们的住宅区 让我们的居民有一个安全回家的道路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个脉络整理清楚以后 我们当然全力支持国防 但是也必须维护我们居民的安全 陆军弹药库发生爆炸 引起了市政府和议会高度重视 要求国防部重新评估弹药库的安全性 让民众远离恐惧 记者 黄绍明 金融报导 接下来带你来看 柴团法人夏金山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的 《未来文物世界归报》夏金山大师展 在佛光山极乐寺大雄宝殿举行开幕典礼 现场展出长十公尺 宽两公尺的巨型画作 吸引了艺文爱好者驻足欣赏 翻开巨型画作 精细的工笔 匠心独造的佛像吸引众人目光 这幅圣神日略 它的总长度大概有将近快十公尺 宽大概有两公尺 非常的巨幅 非常的震撼 文化艺术也是一种修行 透过这样的文化艺术 我想更多人能够得到 心灵上的一些洗礼 继去年慎原 今年再度来到 既用佛光山极乐寺展出 开幕典礼上贵宾云集 宗盟馆内还设有打卡场景 大家能够利用时间 前来欣赏夏金山大师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画作 带给我们心灵很多的正能量 他对人生的体悟佛法的体悟 也有透过书法的小品 能够呈现出来 相信给大家很多的智慧 启发 柔和世道如三家等各系列经典创作 新以民众驻足欣赏 三家小师的画 事实上可以充满得喜敌人心 那也让很多人很喜欢他的佛教的绘画 平常极乐寺在地方 他的一个扮演的一个角色 就是照顾我们基隆市民的一个心灵 那让我们基隆市民的身心灵 都会非常的有福报 从作品中可以看到佛画与艺术 东方与西方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未来文物世界归报夏金山大师展 即日起展到10月31号 欢迎大家来欣赏这佛画融合 中华文化底蕴的大师创作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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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